今天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一下创世纪第46章的内容 神代雅各一家下埃及 在看今天这一章经文之前 我们先首先回顾一下之前几章讲的内容 在之前约瑟被他的弟兄们卖到了埃及 后来又被他埃及的主人波提伐 他的妻子的诬告关到了监狱里面 在监狱里神给了他解梦的能力 后来法老做了噩梦 约瑟为他解梦 世界上当时最强大的埃及王法老 就把约瑟提升成了他的宰相 约瑟在埃及的时候 因为提前预言到了七年饥荒的到来 埃及做了充分的准备 不仅仅是为埃及本国 也是为埃及周边包括迦南地的那些居民提供了粮食 因为打饥荒的缘故 他的哥哥们也到了他这里来 他哥哥们不知道约瑟还活着 所以见到约瑟的时候也认不出来 众哥哥们在他面前跪下下拜 那个时候 约瑟是完全有能力可以去惩罚他的哥哥们的 但是他没有 他原谅饶恕了他的哥哥们 并且还喂养了他们 同时神也借着约瑟在他的哥哥们的心里面做成圣的工作 我们在他的弟兄们看到神在祝福雅各的众子以先呢 是首先要借着约瑟的手 让这些人为自己的罪悔改 在上一章他们的罪被完全的显明之后 约瑟再次与他的众弟兄们相认 而且安慰他的弟兄们 让他们不要惧怕 因为他知道拆他来埃及的不是他的哥哥们 而是神 而为的也是要保全雅各全家的生命 其实也是保全了我们每个后面所有人的生命 因为后来耶稣基督从雅各的后代而出 而我们是从耶稣得了新的生命 然后约瑟就让他的哥哥们把他还活着 而且还做到埃及宰相这件事情 告诉这个雅各他们家 这是一个极好的好消息 因为这就意味着雅各他们家在饥荒的时候呢 终于找到了一个依靠 而且雅各因约瑟死去这件事情 忧伤痛毁了十几年的这个时间 知道这样的一个消息 他必然心里很开心 我们之前也讲到过说 雅各在这一段时间的属灵光景 不是很好 所以雅各在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是不相信的 他在之前过分宠爱自己的儿子 特别是拉杰的儿子 在约瑟被卖之后的十几年育育寡欢 后来又因为变压敏被留在埃及悲痛欲绝 完全是一副已经陷在世界的这个网络苦难中 不能再高兴了的样子 所以当他听到这个极好的消息的时候 他不能接受 也不愿意相信 一直到约瑟所派来迎接他的车队 到了他面前 让他看到了他的心态苏醒了 这是我们在上一周讲到的内容 上一周我们在讲到这一部分的时候 也提到很多人面对福音的态度也是一样 有些人任凭自己的生命 在苦独之中自怨自艾 但是当听到福音的时候 因为这个消息听上去太好了 感觉有诈 too good to be true 害怕自己被骗 所以硬着心不愿意接受 其实跟雅各一样是一个很凄凉的光景 但是最后45章的时候 还是说雅各的心苏醒了 然后夏节新带全家去埃及 跟随他的心一起苏醒的 还有雅各的属灵光景 在过去的几个月的时间里面 从创世纪39章开始 约瑟就成为了创世纪的主角 我们所学习的经文也一直围绕着约瑟展开 雅各那边提到的事情就很少 基本上就是为约瑟悲伤啊 为边亚敏悲伤啊 什么的寥寥几笔 这也正是雅各属灵光景很惨淡的十几年 圣灵在这个地方做很奇妙的工作 因为约瑟被卖圣经这一段的主角 在37章从雅各变成了约瑟 而因为雅各太宠爱自己的孩子 甚至可能把自己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偶像 也借着约瑟被卖的这件事情显明了出来 而在37章之后呢 雅各就因此淡出了创世纪的这个技术 但是到了今天46章 在他的这个新苏醒以后 雅各在这一章再一次开始闪光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经文的内容 雅各带着全家去别是吧 今天所学习的经文呢 我们主要把它分成三个不同的部分 在前面一到七节的内容是 雅各带全家去别是吧先祭 在之后七节一直到第27节呢 这长长的几节经文记载了 雅各带到埃及的全家的这个家谱 在最后的这一部分呢 28到34节 这是第三部分 讲到了他们到了埃及之后 约瑟为他们家定居之处 所做的一个安排 这三个部分 我们今天就按这个顺序一一的来看 那经文呢 希望大家提前把经文给读一下 对这段经文能够有熟悉 我们就先从第一部分开始 第一部分是雅各去别是吧先祭 这件事情是非常了不起的 因为去别是吧这件事情 不是神吩咐雅各去做的 而是雅各自己要去的 而且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虽然没有明文的记载在圣经当中 但是我们可以猜到 就是雅各在这个时候 一定也是原谅了自己的重子 因为他的重子所带给他的消息 可不只是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这一点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消息 就是约瑟之所以现在还在埃及能做宰相 是因为十几年前 约瑟死的那个信息 是他们骗他的 十几年前的这帮众 雅各的这帮重子们 因为嫉妒约瑟 把约瑟卖到埃及为奴隶 还欺骗雅各说 约瑟已经死了 如果我们之前看雅各疼爱约瑟的样子 我们就一定能猜到 这个事情如果让雅各知道了 按照他之前的样式 他一定跟他的孩子们没完 但是就如同我们在犹大身上看到 当犹大的心在神面前悔改 当犹大开始顺服神的管教的时候 犹大身上开始展现出了许多 之前他所不存在的美好的品质 比如说对他弟兄 对他父亲们的关爱 愿意为他的弟弟彬阿敏承担责任 原本他的心是刚硬的 但是在他悔改之后 他的生命发生了这样大的转变 在雅各身上也是一样 雅各在几十年的这个哀伤度日当中 他的心是刚硬的 也是灰心的 他的心在那个时候是沉睡的 一直到上一章的这个经文 我们讲到他的心苏醒 所以在苏醒之后 他在之前对他知道了 他的弟兄们所看到的 他的孩子们所做的 对于约瑟的这件 很不可饶恕的罪恶的时候 他还是选择饶恕了他的众子们 因为他同时也看到了 他的众子们在敌两两次 这次的路上 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 让他们悔改的工作 他看到了他众子的悔改 也愿意原谅他的众子 然后带他们一起去别士巴献祭 这是一件在经文上没有记载 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出来的事情 那别士巴是什么地方呢 别士巴在这个地图 最左下角的地方 是从以色列的应许 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 最南端的地方 在经文里面说到 以色列人的地界的时候 曾经有说到过 是从但到别士巴 那但呢 是以色列最北边的地方 别士巴就是以色列最南端 所以从雅各 他居住的地方 一直到出埃及 去埃及 很有可能是一定要经过别士巴 但是雅各特地的 到了别士巴 在经文里面记载 为的是要在去埃及之前 向神献祭 别士巴本身是一个很 对雅各他们一下 有很特殊意义的地方 在三节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 雅各在这个别士巴 这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在 创世纪的第二十一章 二十五到三十一节 这个地方讲的是雅各的爷爷 亚伯拉罕在别士巴 所发生的事情 经文说 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 霸占了一口水井 亚伯拉罕为这事 指责亚比米勒 亚比米勒说 谁做这事我不知道 你也没有告诉我 今日我才听见了 亚比米勒把羊和牛给了 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 亚比米勒 二人就彼此立约 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羊羔 另放在一处 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 你把这七只母羊羔 另放一处 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 你要我从手里 受这七只母羊羔 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 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士巴 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事 别士巴就是蒙氏的井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 亚伯的爷爷亚伯拉罕 在别士巴这个地方 与亚比米勒立约 别士巴这个地方 在以色列的这个最南端 我们也讲到说 亚伯拉罕在以色列的这个地方呢 他在整个的迦南地呢 他并不是 在那个时候 他并不是在迦南地的土著 他并不是在那个地方扎根寄居的 亚伯拉罕一直过的是游牧民族的这个生活 而亚比米勒呢 是在加南地的本地的人 所以亚伯拉罕在别士巴这个地方 与亚比米勒的立约 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亚伯拉罕作为寄居的外来人 亚比米勒作为本地人 这个约让亚伯拉罕在那里 可以受到一些认可和一些保护 让他们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 而这个地方不仅保护了亚伯拉罕 也保护了亚伯拉罕 他一家的这个牧人和他们的牲畜 因为在那个时候 作为游牧民族水源是很重要的一个资源 在《创世纪》21章里面之前讲到说 他们之前跟亚比米勒的仆人产生冲突的原因 就是因为一口井的缘故 那游牧民族需要有固定的这个水源 来引自己的这个牲口 在之前的时候 如果需要跟本地人不停的争抢水源 这是一个更加漂泊不定的事情 但是神在这个地方 恩戴亚伯拉罕 让他在跟亚比米勒可以立一个约 而且别是吧这个地方的名字 就是蒙氏的井的意思 而这个井提供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族人 一些安危和一些保护 给他们提供了很重要的水源 同时这个地方不仅是保护了亚伯拉罕 也是保护了他的儿子以撒 第二章的经文在《创世纪》26章23到25节 以撒从那里上别是吧去 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 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 不要惧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赐福给你 并且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 使你厚一番多 以撒就在那里住了一座坛 求告耶和华的名 并且支搭帐篷 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 这里也是跟大井有关 因为迦南这个地方 水源很重要 一定要有水源才能活着 所以要打井 就是在那个地方安居的意思 以撒在这地方挖了一口井的意义 也是不用再竞争水源了 在这个地方又可以得到保护 这是雅各的父亲以撒 在别是吧这个地方受到保护 受到神的安危的记载 而创世纪28章 这个地方是雅各自己之前的一段经历 这个地方标题写的不太准确 别是吧不是雅各建天梯之地 雅各呢建天梯是在伯特利 但是呢 别是吧是雅各与他的这个父亲 在幼年的时候居住的这个地方 在他一直离开他的这个父家之前的时候呢 雅各一直是与他们家建在别是吧 在别是吧居住 一直到后来因为他抢 骗取了长子的名分 要奔到旧父拉班那里地方的时候呢 在离开别是吧的路上 他在路上得到了神的安危 得建天梯 但是他建天梯的那个地方 并不是别是吧是伯特利 但是从之前他的列祖 也就是他的父亲和他的爷爷 那个地方的例子里面都可以看到 雅各他们的前面的列祖 都在别是吧这个地方 得过神的安危 所以这个地方对雅各有特殊的意义 就是每次他和他的列祖 都在这里被提醒 他们的神是保守他们的神 他们的神是建立他们之约的神 而前几次包括他列祖那几次 都是神主动把他的列祖带到了别是吧 然后在那里与他们坚定的立了保守 他们的后来成为大族的约 而这一次雅各自己是亲自主动的要到别是吧 这是雅各生命当中属灵的复兴的一个表现 而在经文当中呢 我们也看到雅各当去了别是吧之后 献祭在第三节神安慰雅各的话语说 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 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 经文里面虽然没有说雅各害怕了 但是我们从这里能看出来 雅各在下埃及之前一定是突然有了巨大的忧虑和犹豫 所以他要去别是吧献祭 寻求神在这件事情上给他的带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犹豫呢 也其实是很好理解 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雅各已经137岁了 已经是一个年岁很高的老人了 老人呢一般都不喜欢改变居住的地方 都喜欢安稳 其次呢 埃及本身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 但同时埃及也是一个在拜偶像和异教之风 非常盛行的国家 同时雅各他的列祖 包括亚伯拉罕还有以撒 在埃及这个地方都没有发生过什么好事情 在创世纪第12章17节的时候 记载了亚伯拉罕因了一次饥荒 也是下到埃及去 但是到了埃及的时候 他因为恐惧害怕 在埃及跌倒 他谎称他自己的妻子萨莱是自己的妹子 后来是神亲自的拯救了他 让埃及法老知道了他们 其实萨莱其实是亚伯拉罕的妻子这件事情 然后让一个新异教的法老 向一个神拣选的亚伯拉罕说出了 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这样训斥的话语 所以他的祖宗 他的爷爷亚伯拉罕在埃及的时候 发生过信心跌倒的事情 后来在创世纪的第26章 他的父亲以萨也犯过类似的错误 在当时也是因为饥荒 以萨也是往南逃荒 圣经上没有直接说他要去埃及 但是他应该肯定是要去埃及 因为埃及特别是尼罗河河口 历代以来在整个中东的区域 在以色列人的境地 加上西奈半岛 是非常肥沃 而且水源比较稳定的一个地方 所以在各种各样大饥荒的时刻 埃及一般都可以比较稳定的 因为有尼罗河水的灌溉 继续的为他和他周边的地方提供粮食 而以色在那个时候 他遇到饥荒的时候 我们圣经上也提到说 他是要往南走 而且他是到了一个地方 被神亲自的拦住了 这个地方叫做基拉尔 基拉尔这个地方也在地图上面被标了下来 一样也是在左下角 跟别是吧离得很近 都是从迦南地要去埃及 要经过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猜到 他肯定那个时候也是想要往埃及去逃亡 但是他在经过基拉尔的地方的时候 被神警告说不要去埃及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同样是经历饥荒 亚伯兰师自作主张去了埃及 结果在埃及因为恐惧在信心上面跌倒 而且后面还有更严重的后果 就是罗德很有可能就是在埃及经历了埃及的繁荣富足之后 才开始向往像这样的大城市的生活 进而导致了罗德在后面跟亚伯兰分家的时候 选择了离索多玛更近的地方 而他自己在后来每次挪移帐篷的时候 也离得索多玛这个地方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最后住到了城市里面 最后罗德自己虽然是一人 但是他们全家在信心的传承上是断绝了的 而这一切事情极有可能就是从罗德 在埃及这个地方 而辱目染了那个地方的繁华 而辱目染了大城市的这个美好 所以以萨一样是经历了饥荒 想要去埃及 但是以萨是很幸运的 以萨没有像罗德一样真正的能去到埃及 神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而是把以萨阻拦在了基拉尔 没让他去城 但以萨之后还是在基拉尔也犯了跟亚伯拉罕一样的错误 就是把自己的妻子说是自己的妹子 然后呢 也是跟基拉尔的牧民争强水源 一直到他到了别是吧才得安稳 而雅各在这个地方也是遇到饥荒 神就拆雅各去埃及了 神会有这样不同的带领 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之前讲过 一件事情是否合适的心意 不在于这件事情的外表看上去是怎么样 在饥荒了要不要去埃及这件事情上面 从雅各以萨和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到神不同的两种带领 而这不同的带领 实际上的本质 我们其实并没有什么冲突和不一样 我们在之前几周的时候讲到过一个例子 就是同样是救济穷人 所怀的心意不一样 在神眼中就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道理的重要意义在于 我们需要摆脱这种通过在行为上下利率的方式 让自己讨神的喜悦 人的罪性会让我们天然的 想要去遵循一套做法 习俗和规范 来让自己相信自己在讨神喜悦 但其实这是在讨自己心中 那位自己给自己利的那个偶像的喜欢 我这样说是因为真神所看的是人的心 真神不看人的行为 而偶像 自己心里那个只看行为的 那个想要取悦的 那个不是真神 那个只能是偶像 在人看来 看人的心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看人的行为却容易的多了 而且同时 人的心要归正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而人的行为要想要去看上去是正确的 那就更容易 同样是对这个穷人的例子里面 我们说如果要让一个人真正的在见到穷人的时候 从他的内心产生对穷人的怜悯 相比说让你每次见到穷人的时候 你就给他十块钱 哪种更容易呢 那当然是第二种更容易啊 第二种有一个很明确的行为上的做法 而这个行为上的做法很容易执行 很容易记住 也很容易观察到 而且这种行为让你觉得 我是不是真的有了怜悯之心呢 但是神看的不是这个行为 神看的是人心中是不是真的 讨神的爱神 是不是真的愿意顺服神的管教 而人喜欢给自己立这样行为上的偶像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想要逃避神 对自己真实内心想法的审判 给自己立一个要顺服神 爱神 听神话的这个利率和真正的爱神这两件事情 哪件事情更容易呢 那显然是给自己立一个顺服神 爱神 听神话的利率这件事情要更容易 我们在经常 特别是基督徒会想到我自己的信心 景况如何 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自己心中的这个回应是 如果是我还在每天读经 我还在每天的祷告 我还在参加周日的这个聚会 还在参加每次这个查经聚会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在行为上面 给自己找出的 可以观察到的 我们自己本性 愿意或者是最容易的去看到这些事情 这也是很自然而然的 但是神最终关心的那个点是 我们的信心究竟如何呢 我们的信心跟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外在行为 不一定是完全相符的 我们之前讲到说 在行为主义的这条路上走到了极端 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有法利塞人 但是即使是现在我们众人都能明白是 人要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上面 会不会还是有人用自己行为上的事情 再来隐藏自己心里面 或者是安慰自己心里面 自己的小心呢 这是我们自己需要特别警惕的事情 我们要再一次看摩西在《出埃及记》里面 提到的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我们在之前也讲过 但是这个例子值得我们多次的深思 这个故事记载在《出埃及记》第32章9到11节 当以色列的众百姓 不听摩西和背逆的神的这个带领和教导 给自己住了一个金牛犊 神发怒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看这百姓真是硬着景象的百姓 你且由着我 我要向他们发烈怒 将他们灭绝 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 耶和华呀 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 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 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摩西没有说 就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吧 你就都对我说 你且由着我了 那掌管天地万有的这个主啊 在我面前说 你且由着我 我岂能不由着你呢 那按你的这个意思行 也没有违背你对这个 亚伯拉和尼萨和雅各的约 没有说让他们的后代断绝 因为神还说 可以让我的后代成为新的大族 对我来说也很好 神的这个约也没有被打破 而且神跟我说 你且由着我 摩西如果是我们自己 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 有没有这样的爱 可以说出摩西接下来所说的话 摩西所担心的 并不是自己在行为上面 是不是每次当神说 你且由着我 你听我的话的时候 我就说 是 愿你的质疑成就 这是在行为的历利上面 给自己下的一个规定 而摩西是真正的爱神 摩西是真正的担忧神的名 神的荣耀 他心里面所顾虑挂念的是 神在外邦人眼里面 你做这样的事情 会不会让你的名受辱啊 这是他在下面所说出来的话 而这件事情是我们要 常常的思考 常常的提醒 因为哪怕是基督徒 也会有这样的习惯 就是用行为上的律力点章 来隐藏自己内心的真实情况 这是我们身上 罪性的自然显现 我们要远离这样 从外在的行为律力上 判断是否和神心意的习惯 在去埃及这件事情上 我们看到的是 神有的时候就不让人在饥荒的时候去埃及 自己硬要去 那个时候就会有不好的结果 在有的时候呢 神就让人在饥荒的时候去埃及 去埃及这件事情的本身不是关键 而神带领本身才是关键 神如果带领你去埃及 就去 神如果不让你去 就不去 神带领的核心是神的带领 而不是神要带你去哪里 这是第一件 在这个安排上面 神有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为何在同样是面对饥荒的时候 去埃及 神好像在之前有不同的带领 而在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神在 以色列人最终要在埃及这个地方 生活一段时间 其实早有预定 在创世纪第15章的时候呢 神就对他的后代 对亚伯兰和他的后代 要去埃及这件事情 提前有过这个应许 在15章第13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的确知道 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 又服侍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 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 我要惩罚 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 从那里出来 但你要想大授数 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 被人埋葬 到了第四代 他们必回到此地 因为亚伯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后来我们知道 当从雅各他们全家下到了埃及 到摩西从埃及 把他的所有的族人 那个时候已经有40多万人 一同领出来的时候呢 中间的确是过了400多年 而从利位跟着雅各下埃及 到摩西那个时候呢 也正好是从经文上所说的一样 是第四代 摩西的父亲呢 是摩西的这个是从暗兰而出 暗兰的是戈下而出 戈下的父亲呢 就是利位 正好是第四代 我们不知道雅各 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他们一下去这一处 一下埃及会导致后面 埃及人被奴役 被埃及人奴役几百年的历史 也许雅各是有别的这个忧虑 但是他来到别十八 不管怎么样 他来到别十八这个事情 就是他自己在神面前 寻求神的安慰 寻求神的保守的 这样的一个显现 之后神就的确应允了他的求告 神就安慰了他说 不要害怕 可以去 我一定要带你去 而且你之前最担心的那件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这个儿子 约瑟 神在这件事情上 也给了他应许 说约瑟必然会给你养老 约瑟必然会合上你的眼 神给他这样的安慰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给我们每一个人的 这样的一个祝福 就是当我们带着心里面 这样的顾虑 和这个忧愁来到神面前 向神求告他的 他的保守和祝福的时候 神也会像应允雅各一样 去回应我们这样的祈求 所以他在教导我们说 我们要把大事的小事都摆在他的面前 摆在神的面前去求告 有的时候他会回应我们说 这件事情你就去做吧 有的时候他可能就不给你这个平安和确局 就是不要你去做 在这个地方呢 神知道雅各害怕 所以他说不要害怕 那雅各本来说呢 是罢了罢了 我的儿子约瑟还在 趁我未死已先 我要先去见他一面 意思是只要见到了约瑟 就没什么害怕的了 就没什么放不下的了 但是现在明明很快就可以见到约瑟 他却突然又害怕了起来 这个害怕 是他灵性苏醒的一个表现 这个害怕是他在突然意识到自己 在他灵性过去沉睡的这么多年的这个时间里面 人对神的爱 对他先祖和他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情 在他的灵性苏醒之后又浮上心头 他的祖父亚伯拉罕 因为下埃及出了这样的问题 他的父亲一下下埃及的时候被神拦阻 现在自己又要下埃及 这样做和神的心意吗 当出现这样的顾虑甚至害怕的时候 雅各才发现原来自己在这个时候 最放不下的已经不是约瑟了 而是神自己 虽然他盼望与爱子团聚 但是如果神不允许他下埃及 我想这个时候雅各是已经做好了 那就不去下埃及的这个决定的 所以雅各在这个地方的聚派 是绝对合乎神心意的 我们之前也讲过 惧怕这件事情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不是一件坏事 关键要看你惧怕的是什么 有一些假教师会引用约翰一书里面 在爱里面有惧怕 神就是爱这一节经文 然后依此推导出 基督徒应该无所畏惧 不应该有任何惧怕的错误教导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教导跟在旧约圣经当中 信心为人的所作所为是不一致的 在罗马书的第十三章第七节 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 当得粮的给他纳粮 当得税的给他上税 当惧怕的惧怕他 当恭敬的恭敬他 那这里提到的当惧怕的是谁呢 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五节 有这样一个答案 说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 当怕的是呢 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 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的教导是很清楚的 保罗一直以来在西伯来书 和在其他的这个书信里面 都反复的在提醒圣徒 要敬畏主 要害怕主 要fear the lord 但是呢 我们不应当认为 新约圣经的作者是站在两个不同的立场 一方面是支持说我们要害怕 就是像保罗和西伯来书所说的那样 而另一方面是像约翰一书里面说的那样 不要害怕要反对 因为即使是罗马书十一章二十节 力劝人要畏惧 但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也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仍旧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西伯来书第三章十二节 力劝人要害怕不信的恶心 等同于说要害怕那位使用惩罚来回报人不信的上帝 但是同样西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也说到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宝座前 为要得怜悯蒙恩会做随时的帮助 所以并不是新约当中有人说要害怕 有的人在说不要害怕 而是新约的作者在统一的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害怕 什么时候不该害怕 什么事情该害怕 什么事情不该害怕 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里面 我们能得到对要害怕的对象上面 有一个明确的区分和教导 就是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 不要怕他们 十二章第五节 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 当怕的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 杀身体之后不能再做什么的 不要怕他们 那在世的这些权柄 君王一个国家甚至是黑恶势力 他们的权柄范围 到了杀身体之后就停止了 杀身体之后不能再做什么的 不要怕他们 要怕的是唯一的那一个在杀了之后 还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 只有一个就是至高神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正要怕他 这是对于该惧怕的对象 一个很清楚的教导 在之前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讲过很多 所以今天不详细展开 除了害怕的对象以外 害怕毕竟也是我们自己一个很主观的感受 在主观上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恐惧和刚强壮胆这两件事情 在我们成圣的圣灵当中扮演一样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害怕恐惧这件事情呢 我们需要清楚的第一件事情是唯有真神之爱可以除去惧怕 除了完美的爱 不管是上帝对人的爱 还是人对上帝的爱 绝对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去走害怕 人们经常想要花费很多的代价 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摆脱害怕 但实际上只有一种方法可以真正的让人完全摆脱惧怕 就是神之爱 在约翰一书当中讲到说在爱里没有惧怕的时候 前面一句说的就是神就是爱 所以除了神之爱 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让人完全摆脱惧怕 而第二点的是 事实上人还有很多其他的手段可以让人短暂的摆脱恐惧 比如说九状怂人胆呢 比如说虚假的偶像敬拜 有时候也可以给人带来一些安心 在港片里面我们看到黑社会里的很多人 出去要去做一件特别危险的事情的时候 有的时候他们就给官二爷一起烧个香 好像烧完香之后自己心里的恐惧就好了一些 等等的这些事情 可能是让人在主观上可以暂时的摆脱恐惧的 但是如果我们单纯的认为 停止害怕的时候 就会让我们与神更亲近了 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 停止害怕 不会让我们与神更亲近 被神的爱充满会让我们与神更亲近 这是我们之前所说的第一点 就是让人的害怕消除的方式 尤其唯有一种方法 就是神的爱 停止害怕不会让我们与神更亲近 被神的爱充满会让我们与神更亲近 而被神的爱充满之后 害怕就会停止 这是一个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的问题 而第三点呢 神值得敬畏 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12章里面 像几万人讲到的时候 告诉他们要提防虚假的宗教敬拜 因为神可以看穿一切的虚假 教会 神会数算每一个人的头发 不会漏掉一点点的细节 在12章第五节 里面有一个例子 说五个麻雀不是买二分银子吗 但是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 这个比喻的意思呢 是说当时两个麻雀卖一分银子 五个麻雀卖二分银子 其实就是买四送一 但是神连送的那个也不会忘记 神不会错过一丝一毫的细节 到最后众人要到神面前交召的时候 什么细节也逃不掉 而且谁也逃不掉 这样的大能 全然公义的神本身是应当惧怕的 我们应当敬畏的 这样的畏惧不是一件坏事 这个畏惧是神这样的特点 他这样的位格 摆在我们一个充满罪行的人面前 我们自然而然应该所生起的一种感情 如果人们还不敬畏这样的一位神的话 而仍然爱人自己的意思 被每一个人自己的激情 所以冲动和俘虏的话 结果就是人会把神当作一个 可以丢弃的偶像 一个迷信 一个可以扔掉 和一个可以唾弃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不是神真正的位格在我们面前 所应当得到的我们对他的态度 第四点是 在启示录里面会讲到 又有许多漠视的时候 可怕的事情发生 但是当圣徒在天上与主同在的时候 是无比喜乐的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完全摆脱了罪 完全摆脱了恐惧 回到了最初与神完美的关系当中的样子 在这个时候是没有惧怕的 害怕是对上帝一个不完美的连接 但是这一个 这是一个应该被一个更无限亲近的连接所代替的 那就是爱的连接 而当我们不是完全凭信心而活的时候 我们自己对自己诚实的话 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自己仍然活在罪性之中 我们自己现在仍然会有许多不合神心意的想法 我们会做和说不合神心意的事情 而我们的生命现在是这样的样式 没有到启示录里面与神完全的和好 完全在神面前享受他荣耀的时候 在这之前我们应该感受到 害怕本身是神恩典的一部分 是神恩典的工作 是神圣功的一部分 哪怕是在雅各他的众子 他的众弟兄的这个 敌良的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也看到 神正是借着害怕 让这些人在敌良的过程当中 可以意识到神追讨他们的罪债 到他们头上了 借着这样的害怕 神让他们可以有悔改 进而后面有对他们的大祝福 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 我们也应该能意识到 神也是借着害怕 有的时候会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 做一这样的圣功 这是一种驱使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寻求他怜悯的一种很主要的方式 在这一段的这个 在这个功能上面呢 Jonathan Edwards 在这个宗教情操真伪辩上 有一个非常好的总结 我们给大家读一下这两节 他总结的对于害怕 在人的生命当中的这个功用 上帝在对他子民的许可当中 已经促成和构建一切事情 当他们的爱消退 爱的操练失败或者虚弱的时候 害怕应该出现 如此 他们需要他 也就是害怕 来约束他们不治犯罪 激发他们关心他们灵魂的益处 以便保守他们在敬前上 警醒守望和殷勤 但是上帝已经如此命令 当爱升起并且进入强有力的操练的时候 那么害怕应该消失 并且被驱逐 然后他们不再需要他 在操练当中 有一个更高和更加卓越的原则 以便约束他们远离罪 这个更高的原则就是爱 而这个事情会激发他们的责任 除了害怕和爱这两者中的一个 没有其他的事情 可以让人类在本质的影响下 让人变得更加勤勉认真 由此 当一个消退的时候 另一个也没有被提醒 当堕入到至死的情欲的事情当中的时候 上帝的子民将会令人惋惜地处在被攻击的危机当中 由此上帝有智慧的命定 爱和害怕这两个相反的原则 应当像一个天平的两端那样起起伏伏 当一端升起的时候 另外一端就下降 所以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点 雅各在这个地方 当他心里面灵性苏醒之后 当这样的恐惧和忧虑 因为他之前列祖的经历 以及他自己对于要离开应许之地 或者是他年事已高 对于要去到一个拜异教的一个国家 心中充满了畏惧的时候 这个畏惧是何神进义的 因为他的这个畏惧出于神 对他的带领 而神也借着他的这个畏惧 赐给他有安危 让他在跟神求告安危 以及得到安危 这一来一回章中 他的信心再次得到了建造 神给他的安危也远超过他最初所要求告的 神最后还跟他说 你的这个儿子约瑟也必然会给你送中 这件事情是给他极大的安危的 那这个是今天要讲的这个第一部分的这个内容 那今天要讲的这个第二部分的内容呢 在于圣经里面这几个今天出现的名字 还有几个关键的数字 就是33 66还有70 有这样几个人数的数字 在讲这个具体的数字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讲一下 为什么在圣经里面 当这样大段的这个家谱的圣经出现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在读经的时候给跳过 包括我自己很多时候也会很略读 并不会仔细去思考这其中的意义 因为这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 但实际上圣经记载这些名字 对于圣经自己本身是有几个重要的意义的 第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呢 就是它是圣经本身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书 也是神界以色列人所记载的 真实发生的历史的事情 所以把这些人的名字记载下来 相当于在整个的故事当中 可以给你有许多去其他侧面去 引证和佐证圣经经文的这个机会 这些人的名字在后来 都会被不停的引用到 有可能在圣经其他的这个 圣经以外的这个记载里面 也会记载到这些人的名字 而那个时候如果你看到这些家谱 关系的这个记载 与圣经上面的记载是一致的 就给你提供了一种从侧面 证明圣经的这个实时性的 一种很关键的一个工具 而第二点呢 是的确会有很多人 在人的这个数量 还有这个家谱等等的一些细节上面 对圣经的真实性提出攻击 那我们自己需要对这样的知识 有一些准备 以便在将来当圣经的这样的真实性 受到攻击的时候 我们知道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这些事情有一些小的 好像读不太 人觉得读不太通的东西 实际上是有一个好的解释的 今天我们在这些数字上面 就会给大家提出 有一个从网上比较常见的圣经的真实性 在这个地方得到攻击的地方 就是有些数字可能加不太起来 但实际上这些事情都是有解释的 所以我们把这些事情可以理解的清楚 能够记得住呢 也能让我们在将来 在卫教这件事情上面 可以尽自己当今的工作 而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神他是纪念每一个人的 一个被神拣选 一个生命里面有恩典 而且被神记载在了圣经上 这样的一个人的 他被记载这件事情 对那个人来说是很有荣耀的事情 比如说在保国的书信 在后面他经常会记载一些 姐妹弟兄的名字 然后说向他们问 对那些弟兄姐妹来说 其实是一件蛮有荣耀的事情 而在这个地方 雅各家 他的这个七十人 都被名字一个一个都被记下了下来 说的是说雅各家 无论在生在迦南还是在埃及的 只要是雅各去世前 前往埃及 在埃及这个地方的 都在这七十人当中 而七十人也因此后来被称为了这个以色列人的数目 这是在生命纪第32章第八节提到 后来神在西乃身上与以色列的长老立约的时候呢 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一节记载也是说 要与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个人立约 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 拆人去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呢 也是拆了七十个人向犹太人传福音 只是在他立了十二门徒之后 后来又立了七十个人 所以其实这个数字在本身 属灵上面也有一定重要的意义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 有几个比较关键的这个数字的算法 在这一段的这个家谱里面呢 大概分为也是可以大概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是丽雅他的后代 在给雅各所生的儿子 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部分里面一共提到33个人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是十六和十四人 这个分别是拉班的这个女儿 给他女儿丽雅的这个婢女西帕所生的这个儿子 以及拉结给雅各所生的儿子 分别是十六和十四人 那最后呢是这个拉结的婢女 辟拉他给雅各所生的儿子 一共是七个人 所以这几个数字里面呢 十四十六和七个人本身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在数前面这个33个人的时候呢 其实是有一些有一些很难有一些tricky的地方的 因为在第一部分的这个经文里面 在这一节里面被提到的名字 如果包括雅各和底拿的话 实际上是有35个名字 我在这个地方给大家标志出来的呢 是我认为比较合理的一种数的方法 在这33个人的这个数法里面 有的人认为这33人当中是不应该包括雅各和底拿 如果把这两个人去掉的话 而包括在迦南地死掉的尔和俄南 那正好就是三个33个人 那说是这样的这个人的这个理由呢 基本上就是说啊 女儿这个是不是不能数啊 其他数的好像都是儿子 然后说雅各和他的儿孙 这个雅各要不要算进去呢 如果是他的儿孙的话 他自己也不应该被算进去吧 但是实际上在后来 雅各他的这个女儿被女儿的是被算到过的 像在这个第17节这个地方 希拉 希拉这个是一个女儿 这个人是被算到了这16个人里面的 在16人和14人里面 我们跟大家说过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每一个人的名字上面我都有这个编号 这里面一共就出现了16个名字 然后下面一共就出现14个名字 所以希拉是一定被算在了这16人里的 所以如果希拉都被算进去的话 没有什么理由说底拿没有被算进去 那我认为正确的这个算法呢 应该是雅各和底拿都被包括进去 但是尔和俄南没有被包括进去 因为在这个地方还特别提了一下 尔和俄南并没有去埃及 是死在了迦南地 而前面呢 说是来到埃及的 以色列人的名字记载下面 所以这33个人里面 应该是包括了雅各 和他的32个 从利亚所生的这个儿孙贝的人 这是这33个人的这个算法 那另外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呢 就是雅各他人必须被包括在这33个人里面 后面的那66个人才能算清楚 这个是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当在经文的第26到27集的时候 说前面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的儿父之外 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个人 紧接着说到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 雅各加来到埃及的共有70个人 这66和70这两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个数字啊 33加16加14加7 其实这加起来是70个人 那66和70人之间差的这4个人 是哪4个人呢 差的这4个人应该就是雅各 约瑟和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 为什么要差这4个人 是因为在第一次提到66个人的时候 说的是与雅各同到埃及的 除了他的儿父以外 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 那雅各不应该包括在这66个人里面 而约瑟和约瑟在埃及所生的这两个儿子 这个人名呢是在之前被算过的 这个也很关键 约瑟 马拿西 以法莲 这是在这个拉结的14个后代里面 清清楚楚算过的 所以这三个人的名字已经是在埃及了 所以最终66的算法就是 之前加谱上记载的33 这33里面是包括雅各的 加16 加14 加7 减去的这4个人分别是雅各 和约瑟 以及马拿西和伊法莲 因为约瑟 马拿西 伊法莲 已经在埃及了 所以最后的这个说法呢是 这66个人是与雅各同造 埃及的 最后70个人呢是 雅各他们全家最后到埃及的 一共是70个人 这个数字大概应该就是这样的算法 那 在数字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小的问题 就是在使徒行传第7章14节的时候呢 在同样是记载 下埃及这件事情的时候 使徒行传7章14节的记载是 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 所以这个地方的75个人又跟这个地方的70人不一样 那这个地方的原因呢 应该是新约使徒行传里面 斯蒂凡所引用的这个是翻译为希腊文的70世一本 70世一本呢 大概是在公元前三二三世纪 托勒密王朝的时候 亚历山大图书馆修建的时候 从埃及的70几个 长老或者是学者那个地方 邀请他们给 把圣经的原文 从原文的这个希伯来文和亚兰文呢 给翻译成了一个更容易流通的希腊文的这个译本 然后因为是当时请了他们70几个长老 去翻译这个版本 所以后来又叫70世一本 而在新约时代的时候 那些使徒们所读的圣经 大部分也都是这个一本 这个70世一本当中 对于来到这个埃及的一个亚各家 他的记载呢 就是75个人 因为在以上的这个70人之中呢 在70世一本当中 又额外加上了马拿西的一个儿子 马吉和一个孙子基列 并且发以法连的三个儿子 舒提拉 比杰和他喊 这五个人 所以相当于是把马拿西的这个儿孙被也给加了进去 以及把以法连的这个儿子被一共五个人也额外加了进去 所以变成了75个人 所以当有人如果有提到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简单的用这个来回答一下 就是因为70世一本当中 用在这段经文里面翻译成75个人 因为多加了这五个人 那就是啊 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解释 然后这个就是今天的第二部分 就就是家谱的部分 那今天的第三个部分呢 是当雅各他们全家到了埃及之后 约瑟对雅各和雅各全家所做的一个很特殊的安排 就是让他们继续的住在戈山地 戈山地这个地方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尼罗河三角洲东部靠近加南地 土地很肥沃 而且水也很充足 在地图上大家可以看到 尼罗河三角洲入海口 东部的这个地方 整个有尼罗河入海支流的这个灌溉 而且冲击平原这个地方 它的土质一般是比较肥沃的 可以说是埃及可能最好的这个放羊用的地方 但是呢 仔细想一想 在这个安排当中 其实有两个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第一件事情呢 是埃及人是厌恶放羊的 这件事情在经文里面 约瑟也特别的提到过 国埃及是以农业立国的国家 但凡是农业文明发达的国家呢 一般都看不太起游牧民族 我们自己的这个汉文明也是这样 中国古代的时候 汉文明的这个中原文明都是农业文明嘛 都是字方叫中原 就是意思 我们这儿是最正统中间 那管北面放羊的那些叫什么呢 管那些游物民族 我们管他叫疑 然后战国之后管这些游物民族叫做胡人 等等的这些称呼呢 都是带着鄙视的这个称呼 所以埃及也是一样 埃及农业立国也是对游物民族特别的看不起 但是虽然如此 当约瑟在安排他们家人的时候 他安排他不仅要诚实的上报埃及法老说 我和我的家人历来都是放羊的 而且他还跟埃及人说 我将来还要继续的放羊 所以我要安排我家人去到一个最适合放羊的地方 他明明的知道埃及人讨厌放羊 但是他还是conscious的故意的做了这样的一个安排 还有第二点值得深思的地方 埃及的权力中心历来是在尼河河口的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图里面有一个只露出一半字的 这个挪浮的这个城市 NOPH North 然后他另外一个名字可能有些人更熟悉 叫孟菲斯 这个地方是那个时候埃及的这个权力中心 也就是法老还有包括约瑟 他自己本人都是住在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大概是埃及最兴旺最发达 也是约瑟权势最大的地方 戈山地这个地方虽然非常的好 非常的出色的放牧的地方 但是他毕竟不在埃及的权力中心 那约瑟自己把家人从遥远的迦南地接到埃及来 按理说难道不应该把他的家人放在他自己的权势 最能覆盖的住 能够给他的家人提供最多的保护 和最多的利处的这个权力中心吗 在挪福或者孟菲斯这个地方 约瑟作为宰相啊 他在这个地方想要给自己家人找一个地方 想要他们摆脱这个牧羊的人的这个生活 想让他们过更舒服一点 能够更定居的生活 他说话一定可以做得到的 因为他是埃及的宰相 但是他却没有做这个安排 他让自己家人住在了都城之外的这个歌山这个地方 而且继续的要保持牧羊的这个身份 那这两件事情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这样的安排很清楚的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为了分别为生的缘故 神最初在让以色列的这个祖先选择这种住帐篷的寄居的生活 就是要避免以色列人把他们的根深扎在任何的土地上面 游牧民族此外呢 也是比农民更需要靠天吃饭 相比农业文明呢 游牧文明更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和天气的影响 同样是教育减少 一般畜牧业受的影响比农业要大得多 这就是不断的在提醒他们要信靠那位掌管一切 也掌管雨水天气的上帝 才能使他们和他们的牲畜能够生生不息的反应下去 当时雅各他们全家来埃及的人数呢并不多 只有70个人 如果他们和埃及人住在一起 是很容易像罗德一样 受到埃及的这个世俗文化的影响和污染的 很容易可以随从埃及人最终的这个生活而离弃神 而约瑟自己他是提前到了埃及 他自己更有深深的体会 就是神提前拆他到埃及来 目的是要保全以色列全家 不仅仅是让他们有吃的 同时也要让他们可以继续的忠心跟从神 所以约瑟特别的吩咐弟兄们在戈山地继续以牧羊为业 这样埃及人就不会主动的跟他们来交往 他们自然而然的就跟埃及人分别开来 就可以少受埃及人的影响了 我们之前讲到埃及是有非常多的偶像敬拜的文明 后来在摩西带埃及人 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我们讲到那个时候行了十灾 每一个灾都对应埃及敬拜的一种偶像 埃及人敬拜非常非常多的偶像 而且在埃及的权力中心 偶像敬拜的风俗是最兴盛的 我们之前也讲到说法老他不仅仅是埃及 作为一个国家最高的统治者 是国王的身份 同时他也是大祭司的身份 法老在埃及的这个文化里面 自称是神的这个使者 是神派的人到地上来 来掌管地上的这一切的 所以 俩个这七十多家 七十个多个人如果住进埃及都城 这样一个繁华拜一教之风兴盛的地方 这样的文化是很容易影响他们的后代的 而让这一家人住在一个稍微有距离的地方 继续保持牧羊 这个让埃及人厌恶的职业 能够更容易的让雅各一家持守自己的信仰 而且即使是因为牧羊人的身份 被歧视 那又怎么样呢 因为尊重或者是歧视 这件事情对于寄居者的而言意义并不大 因为最终这一切他们是要离开的 这是另外的一个意义 就是戈山这个地方离迦南地更近一些 而埃及的这个我们看到说 如果他们当时住在蒙菲斯这个地方呢 那他们如果回去的时候 不仅回去的路上还要再多过一个尼罗河 而且也更容易被法老的这个军队追上 而住在戈山这个地方 可以让他们在回迦南地的时候 有更近的距离可以出发 然后埃及的法老的军队要追他们的时候 也要额外的多跑 从一开始就已经打定好了主意 我们是要离开的 而且我们最后走的时候 就是要回到神应许的那个迦南地区 我们今天从这件事情上面能得到什么教导呢 就是我们今天神的子民也不用着去妥协 寻求世界的接纳 不要怕分别 不要怕孤立 要单单的以神为依据 最近我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 我在这个太太吴迪经常会感叹说 怎么这些电视剧的这些编剧 都这么喜欢嘲讽基督徒呢 你知道你在电视剧里面 如果看到一个基督徒的身份 那个基督徒身份多半是要手嘲笑的 一般都是一些傻巴基指挥祷告跟那些主角 完全不是一个画风的人 最后这些人的驾长一般也都很惨 可是基督徒被嘲讽就对了 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不遵守世界的风俗 反而要遵循神的这个教导 这是必然的会导致世界的嘲讽和攻击的 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 神也不停地提醒我们自己 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的 尊重或者是歧视 对于寄居者而言的意义并不大 因为最终我们也是要从这些世界当中离开的 求主帮助我们 在是寄居的时候 我们要效法雅各家 选择住在各山地 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 要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却不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 不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污染和同化 反而要随时准备 就像七十度十八章四章四节里面说的那样 我们要随时的准备 从纳承出来 免得与他一同有罪 受他所受的摘扬 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个鼓励和带领 让我们要晓得我们再是 要与这个世界分别为生 所以今天我们所准备的内容就是这样 这个大家 国内的这个国外的这个弟兄姐妹都早安晚安 希望大家都能够过一个蒙福的 受祝福的周末 好 大家再见